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大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呢,尔湾开了一个两到四房的实惠的楼盘 86.9万起 这里呢,是开了一个小party 咱们来看一下房子 这个房子我比较喜欢的 它是这种双阳台的 二楼三楼都有阳台 一楼有个前院 咱们进来了之后呢 左手边还是一间卧室 然后我手指的方向是车库 旁边是卫生间 这个是权位的 咱们呢,现在上二楼 看一下它的客厅、厨房 还有客厅是带大阳台的 像这种连排呢 一般客厅放在二楼 好处呢,就是采光好 面积可以做到很大 一整层的 并且呢,就是它配上这种大窗户 整个房子都很亮 这种设计呢 它的土地利用率比较高 也就是说相同的土地 可以建更多的这种房子 所以呢 相同的居住面积 它可以做的比较实惠 现在呢,咱们上到三楼 这个是四房的户型 所以三楼是有三间卧室的 一楼刚才有一间 如果是两房的户型呢 那就是三楼是两间卧室 一楼是一个小办公室 这个是咱们看到的主卧 两个阳台嘛 二楼一个阳台 这个是三楼的阳台 这个阳台蛮大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双阳台的设计 很舒服 而且这个阳台上呢 还有一个小储物间 这个设计是第一次建 现在看到的是主卧的衣橱 这个衣橱的面积中规中矩 这边呢 是主卧的卫生间 里面是带这种占玉的 还有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现在呢 穿过走廊 对面是两间卧室 这样呢 主卧跟次卧之间是互不打扰的 次卧这边呢 是两间卧室 共用这一个卫生间 带鱼缸的 这里呢 是其中的一间次卧 其实呢 我在想 如果一楼的卧室呢 可以做成一个办公室 如果在里面玩个游戏 看个电影也不错 因为跟楼上的卧室客厅 都是互不打扰的 这个楼盘的位置呢 就是位于两个学校 还有公园泳池的旁边 在户型设计上呢 又足够的注重 各个房间的私密性 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单独问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